我叫夏杰来自巴基斯坦 我是在中国第一次来语文不会 怎么就跟别人交朋友都需要勇气 我就特别喜欢勇这个字 我在中国感受到中国的快递非常的快 再加上庞大的这么多的电商平台 我对电商就有了兴趣 然后就开始学习直播电商跨境电商 我们一直到在做从中国产品出口到巴基斯坦 也做一些国外的产品拿到中国来卖 一带一路来了之后改善了我们影响环境 改善了巴基斯坦的基础设施 给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上千数万个工作岗位 路铺的特别好 所以农民就大面积的开始种植 因为他们不怕卖不出去东西 我在中国这么多年 我最大的愿望是 我可以做中巴之间的一个峭梁 中巴之间的文化交流的试者 也可以做中巴之间的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